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不知道大家你心目中对于未来电动车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还记得我们一个多礼拜前才聊到 由特萨所带起的骨牌效应 继续在发酵中 感谢他们啊 让我心目中理想的电动车世界 有可能就要成真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有在追踪特萨库存量的话 肯定有发现这几天 它呈现断来式的大下降 上线不少人认为这跟大降价有直接关系 但我发现啊 其中另有猫腻 另外还有非常有趣的消息 就是马斯克竟然跟META的CEO 祖克伯约战要打雷台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都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频道对你了解电动车 尤其特萨有那么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各位个随手小动作 对我就是最大的鼓励与支持 而首次来到频道观众 也欢迎按下最后键 日后就不会错过更多 你可能感兴趣的话题 接下来就来看看 这几天电动车界有哪些大事发生哦 相信许多人对电动车裹足不前 大多是担心续航力或者充电方便性的问题 确实也没错啦 在过去如果要长途旅行驾驶电动车 确实是要比驾驶汽油车 要做的功课还要多一些 虽然这问题对驾驶特萨的车主相对较小 但我心中依旧希望能有那一天 不管我们开哪个厂牌的电动车 到了哪一个厂牌的操纵站 只要充电枪拿起来 就可以帮我们的爱车进行充电 就像开驾驾车去加油一样 而在过去几周以特萨为中心 所引起的骨牌效应 到这个世界有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早到来 记忆之前福特GM通用汽车宣布 他们要加入特萨的充电规格 NACS北美充电标准的阵营之后 最新消息是连专座电动车的Rivian也宣布 他们要加入特萨的NACS阵营了 必须从2020年开始 Rivian将可以开始使用特萨在全美超过12000座 带有转接头的操纵站 并且从2025年开始 Rivian将会搭载特萨的充电端接口 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但意外也非常重大 因为Rivian可以算是我除了特萨之外 会考虑的第二个电动车品牌了 而他们也有过雄心壮志 想要发展类似像特萨属于自己的超充网路系统 但现在看来加入特萨阵营似乎是更明智的选择 相信不少人可能跟我一样 我之所以会犹豫要不要买Rivian最大的主因 就是它长途旅行时的超充问题了 虽然目前Rivian也有其他第三方的超充站可供选择 但说真的 目前特萨依旧占据北美有超过六成以上的超充数量 所以如果想要降低电动车的里程焦虑 目前特萨依旧是最佳选择 不然我个人其实是非常喜欢Rivian的造型或者内装质感 未来如果不考虑全自动驾驶的前提下 Rivian的车肯定也会在我的选择清单里面 但同时Rivian这项决定似乎也宣布 特萨的NACS规格再下一层 夺下CCS快充的重要版图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出 特萨在6月20号股价大暴涨 上涨了5.34% 同时几乎可以说是放弃自己超充版图的Rivian 在当天则是大跌了6.88% 可以看出这个决定的影响有多重大 但我是希望长远来看Rivian 可以因为这个决定帮自己带来更多的消费者 另外不止车商 我们之前也聊过许多的快速充电网路营运商 像ChargePoint啊EVGO等等的 他们也宣布要使用特萨的NACS规格了 昨天消息德州宣布 如果想要参与使用联邦资金 来达成高速公路电气化的充电公司 未来新电充电站就必须同时使用 美规的CCS以及特萨的NACS 两种充电标准才能符合资格 而且我希望未来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州 也采用类似的标准 如此一来只要你开的是特萨NACS规格的车 不管到哪边你能充电的地方 肯定是最多的 这对降低长途驾驶的里程焦虑 真的非常有帮助啊 所以我心目中理想的电动车世界 就是不管你开着哪个厂牌的车到哪一个超充站 都可以充电枪拿起来放心的充电 而目前看起来使用特萨NACS规格的车 实现的机会是大大增加 相信这一大进步 未来大家在长途旅行时肯定会非常有感 是说现在已经6月底了 暑假即将来临 大家应该都准备要出门旅游了吧 出门在外除了交通安全非常重要之外 大家千万也别忽视了网路安全 这时候就要感谢今天的影片赞助商Nord VPN 我自认是一个还蛮常出门旅游的人 自从我使用过Nord VPN之后 只要我出门 不管是手机平板甚至笔电 Nord VPN几乎都是随时开启的状态 因为透过Nord VPN上网 等于帮我的网路连线 加装了一层防护罩 不但可以保护我的隐私之外 可以避免我的密码外泄 它的安全性极强 重点是速度又快 因为它在全球拥有超过5000多座的伺服器 不管你是要拿来做日常使用 或者看高清影片 透过Nord VPN上网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它同时还可以支援6台装置上网 所以我同行的家人 每个人都可以在它的保护之下 自从有了Nord VPN 我就可以很放心的使用旅馆啊 机场公共网路 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资料会外泄了 而Nord VPN也非常够意思啊 他们提供安卓的观众 非常实惠的价格 各位只要透过我说明栏的连接 去申请或者使用我的折扣码 Fire VPN的话 只要申请你的方案 不但直接再送一个月的服务之外 每个月的月费 最低只要3.35块美金啊 真的是连一杯咖啡的钱都不到 更贴心的是 他们依旧提供长达30天的退款保证 让从没有接触过VPN的朋友 可以放心的体验它的美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 只要一天没用网路 就会开始全身发扬 我相信Nord VPN 绝对是你值得投资的工具之一啊 各位准备要出门旅游的朋友 前往也别忘了自己的网路安全 安除再次感谢Nord VPN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 不过聊到这边肯定有人会说 这都是美国消息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各位只要你有 或者想要投资特斯拉或者电动车 相关产业的话 你要知道特斯拉光美国业务的占比 就占了它约50%的份额 所以即使你人不在美国 这些消息对投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更不用说整个电动车界 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福特GM以及Rivion之外 甚至连韩国大厂 现代汽车 他们都考虑要加入特斯拉的NACS阵营哦 现代汽车的电动车 我觉得是在北美跟特斯拉 在中价位这一块 稍微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之一 如果连他们都决定要加入特斯拉的NACS阵营 可以说绝对会帮特斯拉的股价 再添加一份燃料 虽然现代汽车有认真在考虑这件事 但目前他们最犹豫的地方是 以他们目前的主力IONIC 5的设定 快速充电必须要在800伏特的电压下 才能达到最佳的表现 但目前由于特斯拉超充站的电压较低 所以现代电动车的车主 可能无法享受到最佳的充电表现 关于这问题 现代汽车将主动找特斯拉协商 希望能够找出解决之道 那最后如果连现代汽车都加入特斯拉的超充阵营的话 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啊 另外由特斯拉带起的骨牌效应 还不仅仅是充电的部分 现在连价格战似乎在美国也开始打起来了 过去几周特斯拉不断降价的结果 相信也造成其他车厂不小的压力 帮我们刚才聊到的现代汽车也宣布 旗下多款电动车降幅高达5000块美金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INX6 尤其长城版的部分 虽然它并不符合美国的联邦退税 但考量这5000块的折价后 跟特斯拉Model 3长城版退税后的金额 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但它的续扬力较长 多了将近30英里左右 但0到60英里的加速略慢 差了也将近一秒 再加上他们现在还推出超低利率 1.49% 对部分人来说呢 这确实是蛮有吸引力的 那先说啊 我不是在帮他们打广告 因为我自己是不会买韩国车的 只想让大家了解到 由特斯拉带起的降价效应 看起来在美国这边也开始发酵了 但确实现在市场上是多了许多的选择 就看大家喜欢长的内装 以及有哪些特点 但总的而言 这样的发展 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消费者我们啊 我们将可以用更低廉的价格 买到更好的产品 电动车再也不像以前 感觉这么高不可攀了 另外可能有人注意到 特斯拉库存现货车 不管是哪个车种 在这两三天都呈现 断崖式的大下降 这种断崖式的大下降 只要不是发生在股票市场 而是库存量的话 对公司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真的有到这么夸张吗 刚好最近我以为好朋友要买车 所以我有特别帮他留意 现货车的部分 我发现啊 在我礼拜一做影片的时候 库存车上面 车辆都还列有他所在的位置 但这个标记在礼拜二的时候 就消失了 后来仔细研究发现 其中另有猫腻 假设我们锁定Model 3 最便宜的这一款38,030块的这款车 在你的邮递区号 方圆不管25英里 还是200英里以内 就只有这么一台 所以我可以假设啊 这台车应该是在25英里以内才对吧 所以我们换个邮递区号 去100英里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从洛杉矶换到San Diego 结果奇妙的是 会发现在25英里内 这台最便宜的车 依旧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确定 在方圆200英里以内 这个配置 这个价位的车应该会有两台以上才对 但不管你怎么搜寻呢 现在就只会出现一台而已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特斯拉 在搜寻上面使用了一些小技巧 让大家觉得便宜的车快卖完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啦 只要大家可以用你想要的价钱 买到你想要的车 这样就OK了 只是过去几周特斯拉接连的大降价 可以消出多少的车辆呢 我想再过几周 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而最后难得带来一些特斯拉 比较有趣的消息 第一就是马斯克竟然可能要跟Meta的CEO 祖克伯打雷台哦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某个程度上来说 马斯克拥有的推特跟祖克伯的Meta 算是竞争对手 在20号的时候 马斯克与推特开栓 说地球人看起来已经迫不及待 要接受祖克伯的统治了 而下面就有人留言起哄啊 叫马斯克要小心 他听说祖克伯可是有练巴西柔术的 结果马斯克竟然说啊 如果他想要的话 他可以跟祖克伯来一场铁龙格斗 没有想到祖克伯在IG上发出限动说 给我地址 而马斯克也马上回应说 那就约在Vegas吧 这两人真可以说是一言不合就开打啊 难道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吗 不晓得这两人最终约战会不会成行 但肯定比Toys在7月的雷台赛 还要更吸引人目光啊 如果真的开打的话 因为我蛮常去Vegas的嘛 希望我有那个机会可以亲眼目睹啊 这真的可以说是世纪大战 但话又说回来了 认真说啊 最近才一个英国富豪 出了事 大家可能有看到 关于这个看铁达尼号 乘船的潜水艇的新闻 最新消息 刚刚已经在这艘潜水艇 泰坦号可能在的海域里 发现了一室残骸 所以非常有可能 这些富豪都已经凉了 所以打打那道可能还好一点 但如果真的要打雷台的话 马斯克可能要开始训练啊 因为祖克伯 感觉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 不是那么喜欢投资 个别公司的股票原因之一 尤其像特撒股价 这么倚重马斯克的情况下 马斯克可是一点意外 都不能发生啊 不知道各位观众 你们希望这场雷台赛 最终会开打吗 如果打的话 你们又看好谁会打赢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看看谁获胜的机会比较高啊 最后在我上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完 我差点车祸的画面后 有许多人在下面留言 或者私讯问我 我用的行车记录器 是哪个厂牌 我这边同意跟大家回答 它是Vilfo A139 Pro 我上个月才从Amazon购入的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我也把它的Amazon连结 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方便大家去购买 说真的 它画质真的不错 我做过功课 它应该是目前 最清楚的行车记录器了 我在安装的过程 其实有拍摄影片 但应该是不难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话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日后有我时间 再把影片剪出来给大家 最后要提醒一下 剩没几天哦 富途新开户入金五千六十天以上 有美国沙码的朋友 就可以获得17股免费股票 其中有一股保证会是特斯拉 或者Google 以及一股安卓粉丝独享的C3 AI 这投资报酬率真的超高 错过的话下一个月还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啦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今天影片就来到这边 看到这边的观众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还没follow我频道的朋友 也记得按下最后线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这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